各位,大家現在看見這個就是在費城監獄 為什麼會提到監獄呢? 因為這裡有一個消息來自NBC News 他說費城現在終於向黑人道歉 原因就是在上一個世紀的五十至七十年代 費城監獄准許一個無良的醫生 拿黑人的囚犯做實驗 而是不知情緒往之下出現的 我們看看一些詳細的內容 剛剛說了星期四 費城公開了道歉 關於1950至1970年期間 利用黑人囚犯所做的醫學實驗的不道德 當時這些囚犯被暴露在各種各樣的 virus 細菌 fungus 另外一種 叫做什麼? 菌類 abatose 就是石棉 以及各種各樣的chemical agent 包括dioxin 產劑的一種 這些黑人 本身身體健康 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現在原因是什麼呢? 現在他准許當時 菲尼佩利安的一個醫生 叫做Albert Kuhlman 去做一些實驗 總共有三百名囚犯 暴露在這些病毒、病菌、石棉瓦之中 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這個醫生結果在2010年死了 在2000年的時候 這些被害人曾經想告政府 拿回賠償 讓他可惜 就是被法院拒絕 扔了出來 這裡看到 這些美國政府 在這些情況之下 對於人權是絕對藐視 不要理會 但是偏偏 美國政府很喜歡 拿人權出來說話 這裡人侵犯人權 那裡侵犯人權 其實侵犯人權最多的 就是美國自己本身